欢迎您来到80有声书频道 今天很高兴为您分享 财经管理世界超级畅销理财书集 富爸爸系列 富爸爸孩子财商靠父母 作者是罗伯特 清奇Robert Toru Piosotti 第八章 积木8 注意你的语言 语言是你拥有的最强大的工具 每当人们问我 富爸爸和穷爸爸两者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时 我都会毫不犹豫地说 区别就在于 他们会选择不同的语言 当我还是个小孩子时 我就开始注意到 两个爸爸使用着不同的词语 而这些不同 全都反映在他们的生活中 因此 当有人问我 如果我想变得富有 我该从何开始 我总是说 开始注意你使用的语言 语言虽然是免费的 但他们却是你拥有的最强大的工具 我爸爸总是习惯说这样的话 我买不起 你做不到 我之所以不富裕 是因为我拥有你们好几个孩子 我只是一名学校老师 老师一般都不会赚很多钱 这就是我 不是有钱人的原因 而另一方面 我的父爸爸却告知我 和他儿子 要注意我们的措辞 他常常说 注意你的语言 富人会用富人的语言 而穷人会用穷人的语言 几年前 我和生活在加利福尼亚的 圣迭哥倩发达地区的 一群人聊过一次 他们都非常关心自己的孩子 和全天下的其他父母一样 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 过上最好的生活 那次会面中 一位年轻的妈妈站起来说 你非常幸运 能有一个富爸爸 但我们并没有 我们没有多少钱 如果我们想给孩子提供物质条件 优越的生活 我们能做些什么 我毫不犹豫地说到 从你使用的语言开始 那位年轻妈妈一直站着 不太相信地说 你是说我的英语说得不好吗 你是说我的英语说得不恰当吗 不是 我斟酌了一下我的用词 你的英语说得很棒 我是说你需要改变你使用的语言 如果可能的话 你要学会在家里使用更多的商业词汇 在学校也要这么做 请给我们举个商业词汇的例子吧 坐在屋里的另一位女士说道 好 我想了一会儿 我看着这群人 说道 我的公司过不了几个月 就要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开始挂牌上市 同时 我们需要争取到一些加层融资 并提供一些优先股股票和刺激债券 IPO后不久 我们可能通过二次发行 筹集更多的资金 我在屋子里扫试了一遍 然后问道 有多少人听懂了刚才我说的话 屋子里面坐了大概45个人 只有两个人举了手 对于他们的诚实 我表示了感谢 然后说 事实是 没有几个人明白我刚才说的话 那些就是商业词汇吗 一个人问 这只是其中的几个而已 我答道 事实上 有许许多多类似的商业词汇 每个词语 都有其特别且非常重要的含义 而且 一个人明白的这类词语越多 他就越容易获得巨大的财富 坐在第一排的一个年轻人说道 没错 我答道 你们看 虽然我们说的都是一样的语言 但我们说的词汇 却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不能使用同样的词汇 那么我们 可能会听不懂其他人说的话 可是 这很正常啊 人群中的一位年轻男士说 如果我喜欢汽车 而另外一个人不喜欢 那么 我们当然说不到一块去 你说对了 我说 正是因为这样 虽然你们的孩子 可以以优异的成绩 从学校毕业 但他们完全不知道 有钱人的语言 也就是商业语言 你是说 有钱人的孩子在家 就能学到这些词汇 有位女士问道 有些确实如此 他们很容易就能学到 因为他们的父母 常常使用这些词汇 我说 你的意思是说 虽然我们把孩子送去了学校 但他们 并不能学到有钱人的语言 另外一位妈妈对我的话 充满怀疑 我缓缓地点点头 我真正想说的是 如果你们想提升 你们这个团体 及团体中成员的财务状况 你们首先就应该学习那些学校 没有教你们的词汇 这就是整个过程的开始 如果我说无抵押融资渠道 你们有几个人 知道我在说什么 这次 没有一个人举手 我笑了笑 问道 你们有多少人知道 信用卡是什么 现场一片哄笑 几乎所有人都举起了手 甚至包括一些年幼的孩子 我也大笑着说道 无抵押融资渠道 和信用卡的意思 几乎一模一样 你是说 对于同一个东西 一种描述使用的是商业语言 而另一种 是人们日常使用的语言 坐在第一排的那位男士问道 我点点头 我们上小学和中学时 学习的是学术语言 我们学到的是学校老师所使用的语言 接下来 如果我们读法学院 那么我们就会学到法律术语 如果读医学院 那我们就会学到医药术语 而秘书会学到秘书语言 等等 因此 他们这些年轻人 可能在学校表现得相当好 但其实并没有学到任何有钱人的语言 相反 他们学到的是中产阶级的语言 那位年轻的女士说 还有价值观 我静静地说 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听到许多人说 我在寻找一个安全 稳定的工作 然后 我打算买梦想中的房子 因为房子是一项资产 他们会使用这些语言 是因为这些语言 正是他们所熟悉的 那么 你的父爸爸都教了你什么 他并没有让我找一家公司去工作 而是建议我走出去 开自己的公司 但是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开公司 一位坐在后排 戴着棒球帽的中年男人说道 我静静地站着 听着他的声音在屋里回荡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声音仍旧在整个屋里回荡 异样的沉默 让人不寒而栗 改变我的语言 这位中年男人说道 为什么我要改变我的语言 听着 我来这儿是因为我被解雇了两次 我需要支付账单 需要抚养孩子 而你给我的最好的建议 竟然是改变我的语言 我需要一份高薪的工作 这样我就可以养活我的家庭 我不想成为有钱人 我只希望有足够的钱 来维持我们的生活 而你说的 只是让我改变我的语言 你就只会说这些 雨滴 她站起来 怒气冲冲地离开了 就在她离开时 其他三个人也站了起来 其中有一位年龄 和我相仿的女士 她转过身来说 我已经听过许多像你一样的有钱人在欺骗我们 我不会再听下去 就是你们这样的有钱人 在利用我们这些诚实 勤劳的人 然后 你站在那里 说你的父爸爸告诉你 如何开办公司 你的父爸爸 教你商业词汇 哦 恭喜你 你这么幸运 但我爸爸并不是有钱人 就是因为她不是有钱人 所以我也永远不会成为有钱人 你所说的 只是让我注意我的语言 这简直是在浪费时间 然后 她转身离开了 我站在那里 不得不提醒自己 要深呼吸 我几乎无法呼吸 但我还是什么都没说 虽然她表现出的激动 出乎我的意料 但我觉得 最好还是让那些 仍坐在后排的人们 好好思考一下这些话 最后 那位抱着孩子的女士站起来说 所以 这就是你说 注意你的语言时 想要表达的意思 我点点头 这就是你说 我们的语言会 反映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 时想表达的意思 这位女士又说道 我再次点点头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 在说那些话的环境中长大 她说 另一位女士站起来说 哦 我确实是在那样说话 刚才离开的那几个人的 说话方式的家庭中长大的 那些离开的人 就像我的父母一样 他们都非常善良 勤劳 终生都在为了摆脱财务困境 而努力奋斗 这对于你的生活 有什么影响 我问道 哦 我当然没有学到多少 关于金钱的知识 我学到的是对金钱的愤怒 是在金钱面前的沮丧 他继续说道 我学到的摆脱贫困的方式 就是上学 这样我就能找份好工作 我确实也是这么做的 但我必须承认 在金钱面前 我还是万分沮丧 就像我父母在面对金钱时那样 有时 当我听到跟你类似的人们说 每年赚百万美元时 我就会变得非常生气 我打拼得那么辛苦 年薪也就不过4.5万美元 另一位女士也站了起来 你知道 最困难的部分 就是那些想法 也会在我脑海里尖叫 每次提到钱时 我脑海中的声音 就没办法停下来 我对金钱 也有着同样愤怒和沮丧的看法 我只是 没有像那些离开的人那样 大声说出来而已 我该怎么办 你能说这些 我很高兴 一位跟我年龄相仿的男士说 我也有同样的想法 5年来 我参加过很多励志性的研讨会 来学习如何积极地思考事情 描述美好的事物 并且友好的对待其他人 我这么做了 而且的确有了效果 但在金钱面前 在账单面前 在梦想 在前进的欲望面前 我还是感到很沮丧 我真的希望 家人都能生活得更好 但是积极的思维和积极的语言 只能让我走到这一步 他们并不能偿还我的账单 对于他们能留下来 我表示了感谢 然后 我做了个深呼吸 整理了一下思路 开始给他们 讲解我所了解的 关于金钱的知识 而这应该是我所讲过的 关于金钱的最重要的一刻 你们有多少人 读过拿破仑西尔的思考致富 Think and Grow Rich 一书 屋里还剩下大约40个人 有5人举起了手 那么 有多少人 读过詹姆斯艾伦的思考的人 It's a Man Things 这次 这群人中 只有一个人读过这本书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这两本书都特别强调 思考一词 就像工作一样 思考也是个动词 动词就是表示行动的词汇 提到钱时 金钱问题最多的那些人 都会为了钱而拼命工作 但他们却未能改变 他们关于金钱的看法 他们是在工作 而不是在思考 就像我常常说的 拿破仑西尔的书以 思考致富命名 而不是努力工作与财富圣经 短暂的沉默后 那位抱着孩子的女士站起来 慢慢地说 因此 我们所做的事 我们所想的事 我点点头 那么 要想改变我们在做的事 我们就必须先改变我们的想法 我再次点点头 鼓励他继续说下去 我们在做的 就是我们在想的 我们曾经想的是上学 找个好工作 买套房子 买辆车 花钱过上好日子 为了支付账单而努力工作 我静静地站着 等着他继续往下说 这样想的话 我是不会成为有钱人的 我会做的 就是努力工作 支付账单 然后 我会变得很生气 很沮丧 因为我没钱 而像你一样的人们 都能赚数百万美元 整个屋子里的人都在等着他 整理自己的想法 我所做的 是我脑海里飞舞的那些语言 让我去做的 如果我不改变我的语言 我就会一直做同样的事情 他的目光开始变得有些呆滞 他之所以会看起来呆呆的 是因为他正在做父爸爸常常说的 注意你的语言 他的目光有些呆滞 是因为他正默默地在内心深处 反省他这一生中 对自己说过的话 他一个人站在那里 想着他曾对自己说过的话 整个屋子异常安静 我想 其他人也和他一样 在想着自己说过的话 这是一个大家深思的时刻 是大家自我反省的时刻 这是一个打破世界的喧嚣 让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灵魂 可以有片刻安宁的时刻 在这些时刻 生命变得多姿多彩的可能性 不断增大 在这些时刻 在我们的脑海中 不再充斥着喋喋不休的时刻 我们可以仔细审查 我们已坚持了多年的取胜之道 在这些寂静的时刻 我们可能会决定修正我们的取胜之道 在这些时刻 我们会抓住 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的力量 因此 我努力工作 买一套漂亮的房子 支付账单 享受生活 抚养孩子 并且活在当下 因为这就是我决定 我想要做的事情 这位年轻的妈妈说 而且 我的生活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除非我改变 我的取胜之道 除非我改变 我脑海中的画面 这些不必有大的变动 我说 只要改变 或是增加一些语言就可以了 你瞧 你做的这些事情 我也同样喜欢 我想 我们大多数人 都想要同样的东西 只是有些语言遗失了而已 屋子的后排 坐了一个年纪稍大 穿着非常考旧的绅士 他静静地坐着 听着大家的对话 他站起来说 每次我需要更多钱的时候 我只会出去更努力地工作 我会找一份兼职工作 或是加班 你所说的是工人阶级的语言 哦 我并没有那么说过 我轻声说 不 不 他说 我明白 你不是在指出工薪阶层的错误 我只是想弄明白 你是说 我在用工人阶级的语言 而你在考虑事情时 使用的是你父爸爸的语言 你使用的是商业词汇 而我使用的是工人词汇 你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我是这个意思 然后 我问他 为了生活 你在做什么工作 我是这个意思 我是这个城市的工程师 他说 我的薪水还不错 但是 为了孩子们能顺利读大学 我再做一些额外的工作 希望可以为他们完成学业而多存点钱 问题是 我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少之又少 虽然我非常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和他们相处 过几年 他们就要离开我身边了 但我所做的只是工作 而不是和他们待在一起 多沟通多交流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我让他们跟我做同样的事情 他做下后 我向他表示了感谢 然后 我说 积极的思维非常重要 因为态度非常重要 但是 一个人的词汇不改变的话 他的态度也不会改变多少 如果你们想变成有钱人 我建议你们使用有钱人的语言 不幸的是 有太多人虽然使用了商业词汇 但却完全不明白这些词汇的意思 从而给他们带来更多的麻烦 然后 听众们争相提出疑问 我们使用了一些 我们不明白其定义的词汇 这是什么意思 一位年轻的女士问 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哦 抵押贷款这个词语是什么意思 我问他们 大家一阵沉默 最后 那位年轻女士反问道 难道不是指债务吗 我点点头 说 大多数时候 确实是这个意思 但严格来讲 其定义来源于法语词汇 mortir 在法语中意为死亡 所以 抵押贷款从字面上来翻译 应该是指到死为止的契约 一般来说 这发生在许许多多人身上 他们用一生的时间努力工作 支付账单 直到死亡时 还深陷债务中 与此类似 这些人会使用资产一词 但其实他们应该使用负债 这就是你使用你不了解定义的词语时会发生的事情 还有什么其他我们应该知道的词汇吗 这群人中的一位成员问 哦 不动产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词汇 我继续说到 许多人认为不动产意味着不动 是你可以看到 摸到或是感觉到的东西 或者 它是一个有形的资产 而不是股票 债券 或是共同基金之类的纸资产 但是 不动产的真正定义源于西班牙语 黄家的一词 也就是说 不动产其实是指属于黄家的财产 如今 它仍然属于黄家 为什么你会说它仍然属于黄家 有人问 你还完贷款后 不就拥有它了吗 看起来是这样 我说 但是 如果你能发现其中细微的区别 并且查看你的财务报表的话 你就会发现 即使你还完了贷款 这项财产仍然需要支付财产税 也就是说 即使你认为 你已经拥有了它 你还是不得不为它支付一些费用 说得更直白一点 这项财产仍旧属于 控制着政府的黄家所有 如果你认为 你的财产属于你 那么 你就停止支付财产税 用不了多久 你就会发现 真正拥有不动产的人是谁 无论有没有抵押贷款 好的 一位男士说 我们可以教我们的孩子商业语言 这样 他们就可以有更好的未来 你真的觉得 这有用吗 这会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说 你们可以想想苏联 每个人都想知道 为什么俄罗斯 从共产主义社会 转向资本主义社会时 会经历那么困难的时期 但是 如果他们的人民和教育体系 不知道商业语言 不教学生使用商业语言 他们怎么可能会发生改变 如果人们认为 政府会照顾他们 那么 自由市场经济 怎么可能会存在 如果他们不知道富人的语言 他们怎么可能会变得富有 当人们接受的教育 是让他们寻找安全 有保障的工作 而不是投资机会时 他们怎么可能会变得富有 如果他们只会说找个工作吧 而不是说 我能创造多少工作机会 他们怎么可能会变得富有 那位年轻妈妈又站了起来 给穷人钱 没有起到作用的原因在于 穷人不知道如何花钱 你是这个意思吗 我点点头 所以 我们为了钱而努力工作 但钱和员工 在努力为你工作 你是这个意思吗 这一次 我咬了咬牙 一边点头 一边后退了一点点 他的能量高涨起来 似乎他发现了更好的区别 一些新的火花 在他脑海中闪烁着 所以 如果我们开始教我们的孩子 有钱人的语言 或是商业语言 我们就开始改善 整个群体的财务状况 你的意思是经济变化必须从教育开始 是这样吗 是的 我说 这正是我想表达的 英语中大约有200万个词汇 而我们在生活中使用的词汇 仅局限于其中一小部分 一般情况下 大多数人使用的词汇 不超过5000个 你们有太多的词汇可以选择 所以 一定要帮助自己 选择有用的词汇 但是 一定要记得 要谨慎地选择你 准备使用的词汇 财务状况的改变 要从词汇的改变开始 如果你脑海中的想法 是你不想思考的 那么 你只需要说一句话 我不会选择这些想法 你有权利选择 你想思考的事情 如果这些想法依旧存在 你就选择忽略它们 但是 一定要记得 我的父爸爸的忠告 你不可能一直控制你的思维 但你可以控制你说的话 如果你不想思考什么事情 那就别去谈论它 如果你一直坚持下去 那些你不希望出现的想法 就会慢慢淡去 它们对你的生活造成的影响 会越来越小 因此 要选择你希望使用的语言 并且只说这些语言 保持一种积极且符合实际的态度 开始说商业语言 财富语言 及富人语言吧 语言影响思维 思维影响习惯 习惯影响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未来 当然 让人高兴的是 语言都是免费的 注意你听到的话 现在的人们要比以前更容易接触到商业词汇 在学校 我不是一个好的阅读者 而在现实生活中 虽然我经常阅读 但我发现我的阅读技巧还是很欠缺 为了在学校取得好成绩 为了提升我的IQ 我不得不去寻找一种最适合我的学习方式 多年来 我发现最适合我的学习方式是积极地参加研讨会 找那些已经做了我想做的事的人做导师 或是阅读 听录音 在信息时代 神奇的互联网几乎让每个人都能找到世界上那些伟大的导师 在工业时代 你不得不去崇拜那些巨人 但在信息时代 无论你想坐在什么地方 巨人都可以待在你旁边 我发现 那些不能完善自己词汇表的人 往往也不能改善他们的生活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们不但不会取得进步 反而会停滞不前 甚至是倒退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坚定不移的选择进行重复 不断地学习 我有一个习惯 在读书时如果发现这本书正是我喜欢的 那么我一定会去寻找这本书的录音 我会一遍又一遍地听录音 因为我想改进我脑海中的词汇 甚至是增加脑海中的词汇 父爸爸的建议注意你的语言 还有另一层含义 就是注意你听到的语言 后继 采取行动吧 这是你希望交给你的孩子的 就像父爸爸说的 如果你不教自己的孩子学习理财知识 会有其他人愿意这么做的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充满经济机遇 也充满经济变革的时代 我们会迎来市场繁荣 也会面对市场衰退 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拥有一个水晶球 这样我们就可以预言未来该采取怎样的财务行动 然而 这样的水晶球恐怕根本就不存在 因此 在这样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 我们不应该试图去预测会发生什么 我觉得 我们应该做好万全的准备 迎接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 图二 这是其他人希望交给你的孩子的 一定要记得父爸爸说的 富人之所以一直是富人 是因为在经济繁荣时期 他们知道如何赚钱 而在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 他们甚至会做得更好 为你自己及你的孩子做好准备 迎接未来的兴衰臣服吧 父爸爸 孩子财商靠父母全书 已分享完毕 如果您喜欢本书 请您购买原书 感谢您用宝贵的时间静心收听 80有声书频道 如果您有喜欢的书籍 或者有任何宝贵的意见 请您留言分享 订阅与点赞 期待下次再为您分享书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